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很多行业都说不够人手 餐厅食肆的请人广告 更加长期张贴 有手有脚我就请的了 居然因为请不够人 是考虑结业的 要解决劳工短缺 特别是低技术的工人 政府和商界都呼吁 扩大输入外劳 书入外劳是一种短视的做法 纯粹是为了压榨工人 王杰龙是一间饮食集团的负责人 他旗下的日式餐厅 因为长期请不够人 去年年底开始 他将洗碗工的人工 抬高到月薪一万六千多元 希望舒缓人手不足问题 一排班上需要十个人 经常只有六至七个人上班 是要请帮工 行内叫做炒散 他可能喜欢上班 喜欢不上班 行内说射球这些是很常见的 有些极端的个案 我们请了洗碗工会 直接他都不用开工 买到来一见 哇 你这么旺啊 那我不做了 直接就立即离开 都有 可以见到那个难请人的情况 都去到很严峻 有一个热静月月薪可大 一万六千八百元 当然我才再强调 这个是所有奖金都拿了 会有这么高 但是呢 普遍同事都拿到一万五千五 对了 这儿就是我们那个洗碗布了 你见到这些抽到来的碗碟 其实就先在锁头上 冲走了那些大型的垃圾 就把它砌好之后 就按到洗碗里 就关门了 它是自动运作 全部厨房都有冷气的了 都是很凉快的 大家感觉到其实都很舒适 九个小时就有这样的薪金 其实都高过很多大学毕业生 干净带 就是砌好它就已经可以用得了 面对人手不足 餐厅试过光顾外判洗碗工场 不过运送过程经常打烂碗碟 结果试了三个月就停用 调高薪酬之后 餐厅吸引到原本做兼职的工人 专做长工 同时也有新人入行 是有效果的 好像这间店一样 是由很不够人 就变成现在洗碗是捉人了 齐了 但问题就是 人始终看得那么多 就算你怎么加薪 出来的结果只是你抢我人 我抢你的人 可能是跨行业的 可能是跨铺头的 公司招聘月升到16,800 他们的集团长期在劳工处 报章以及店铺外面 张贴招聘广告 有时甚至要员工 在街上派招聘单张 不过到现在都还未填满空缺 哈啰 两人在这里 我们集团师平新员工 出到这么高 申请洗碗工 在行内算是小件 一般中小型食肆都比不起这个薪 所以比较难请人 最近我也有些会员跟我反映 就是因为请不够人 甚至因为人太少 影响到服务的出品 质素是考虑结业的 居然的因素不是因为没有生意 不是因为没有资金 是因为请不到人 这是近这几年才听到的 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好像洗手间那样 今天有个女工 很开心见到她 见不到她就大劲 因为我们的厨所很骯髒 杨卫省是酒楼负责人 他说现时最欠缺人手的 是行内所谓的下四门工种 即是清洁 楼面集工 全菜和洗碗 他们这个是洗碗布 我们根本这个洗碗布 我们六个人 现在只有蓝 那你没办法了 是找不到人 找到人我都不用头痛了 酒楼的基层员工 时薪大约40至55元 比最低工资高出三成多 不过依然请不到人 特别是在尖沙咀 就要喝茶 结果盖 结果盖 结果盖到天堂都没人看来 有些铺 发疼通 埋单 最好劝你不要录卡 还要找个人捧来捧去 一个人就拿一搭 排得来 就哭哭哭声 说猴哭 喂 这么久啊 当然了 排一队 如果你母亲节父亲节 那晚吃饭是死定的 准备嘛 追条鱼追到半个钟 九个字都没有 取消它不吃走人 比比街市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为什么呢 厨房都不够 顶个负荷是不行 没人 统计处的数字显示 2010年最低工资实施以来 饮食业员工的薪酬开支 由277亿 增加到一年三百二十八亿 增幅近三成 但是雇员人数 反而轻微下跌 请大家千恒入座了 我们的讲座即将开始了 业家认为 饮食业基层工种 属于严户性行业 几乎没有年轻人肯入行 所以他们一直要求政府 容许输入外劳 解决长期人手不足的困境 人工贵 租金贵 和来货的料贵 怎么死呢 三座大山 押得很辛苦 我现在输入外劳 不是省钱的 住 贵不贵啊租 我们还要给他三餐吃 这些是怎样呢 都不是容易解决 但是外劳来的总括 是比没有人做好 服务没有人做 没有影响出品的质量 这些是我们所求的 如果连一个质量 出品的质量都没有 香港不用玩了 要输入外劳 雇主要先向劳工处申请 根据补充劳工计划 雇主申请 要在本地招聘四个星期 找不到合适的本地劳工 才可以申请外劳 而且每宗申请 都要经过劳雇会审批 外劳享有的待遇 不可以差过本地工人 住宿也要由雇主提供 在过去几年 获批外劳的人数 由每年大约千多人 升至近二千人 当中饮食业的厨师 每年都有几十个名额 掌桥梵经营印尼餐厅 铺头由厨师到侍应 都是印尼人 几年前他开分店 思瓜向劳工署申请 输入印尼厨师 结果只是获批一个名额 这个我们大智先生 就是Simon 跟了我们六年的 六年前就以前 帮我们一间分店 我们开幕分店 我们在印尼申请过来 这是为一个 在外地申请的一个人 其他全部都是 香港已经结婚 有香港身份证 所以很多时候 会是一个印尼人 拜领一个印尼人 餐厅以印尼菜做卖点 在本地很难找到大厨 蔣翘凡试过请香港人 跟印尼大厨学艺 但是也做不长 印尼菜很靠酱汁 去到大厨的味道 酱汁是需要很多功夫去做的 有很多我试过 请过来的香港人 要是就学到一半 就不肯继续学 就走了 最短 我试过一个工夫进来 上班五分钟就走了 这几年 他不停透过 补充劳工计划 申请输入厨师 没有理由 一男子中有很多理由 这是没有原因 不是真的说 放两个印尼字就印尼 弄辣一点就印尼 不是 香港人都没有这样的底子 没有这样的质素 都不懂得做这件事 政府有一张纸告诉他 不 那你说不 那我就没有东西做 没有东西就不开 不够搞 是 工会在这里有个 反对输入劳工的签名 请大家签名支持 如果是太多外劳来香港做事 那我们这些 本地工人的工作贩款 可能就受他们影响了 政府半年前公布的人口政策咨询文件 建议要输入外劳 去解决未来本地勞动人口不足问题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更加指出 新加坡大量引入外劳 令当地经济迅速发展 值得香港借鉴 不过 勞工界就坚决反对这个做法 我们认为这个比较短视 澳门就说输入很多外劳 新加坡外劳更加多 本地工人的工资 是远远追不上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 那个经济增长的幅度 即是说工人都享受不到经济的成果 现行的补充劳工计划 容许雇主申请输入外劳 不过为保障工人就业 这26个低技术工种就不可以申请 饮食业最缺人手的洗碗工 并不包括在内 两个月前 有酒楼向劳工署申请用月薪 一万一千元 输入十名洗碗工 但是就被劳雇会的劳方代表否决 我估计他真是薄大帽 来试探究竟劳雇会 会不会让他去做这件事 但是你见到 其实饮食尤其是楼面 清洁洗碗这些 过往是不会输入外劳的 工会推算 酒楼雇主用一万一千元 申请洗碗工外劳 人工之外 雇主每个月还要为请外劳 向雇员栽培分局 缴交四百元培分本地工人的征费 又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和医疗开支 策略计算 请一个外劳 每个月成本最少要一万二千五百元 折算做时薪 即是大约五十三元 我们可以试试上去去看一看 最后就可以去尖沙醋了两天 现时在酒楼做洗碗工人的 能否赚到月薪一万二千五百元 我们请做开清洁的琴姐 去酒楼应征空缺 我想问一下这里是否请人洗碗 是 是 我先坐 哦 准备见洗碗 通常是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加一个小时的直饭时间 即11个小时 对了 八千五百七十八元左右 看你坐下 好啊 麻烦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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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八 八千八 好啊 我想又完全没有吸引力了 不想测试了 还请不想测试呢 请 10个小时 10个小时 9千一 1200也不行 1200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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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做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根据统计处的数字显示 近十年来 洗碗工人的薪酬增幅超过五成 主要原因是实施了最低工资 不过 反映中式餐馆的实质平均薪金指数 就和99年的数字差不多 十几年来 是基本上没有加过人工 如果看统计处的数字 实质工资扣除通过之后 和十几二十年前是差不多 一样 那这样的工资 怎样吸引到别人来做呢 是吧 我想见工 见工 是 洗碗那些 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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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之前是一個考慮因素 但是工作時間 你會見到我們看現在這麼多間酒樓 它全都是10個小時11個小時 還沒計算落長時間 計算落長時間可能是12、13個小時 13個小時這樣 那麼你這麼長的時間的時候 你怎樣去吸引到那些人可以去入職呢 琴姐問過要請洗碗工的酒樓 沒有一間給到做9個小時 又有萬一元工資 僱主請外勞的成本 其實比請本地工人更貴 如果他願意用萬一元請外勞 也不願意給本地工人的話 有一個擔心就是 這是一個叫做先給你一點甜頭 就是說我可以這麼高的薪金 請不到我請外勞 但是請了外勞回來之後 他就再用不同的形式去剝削外勞 或者是去明給萬一元 實際就要他吐幾千元出來 安老服務是另一個長期面對人手短缺的行業 前線員工的平均年齡54歲 而且又難找到新人入行 過往業界一直依賴補充勞工計劃輸入狐理園 狐理園是每年獲批最多外勞名額的工種 工資中位數每年都有增長 不過反映軟舍行業實質平均薪金的指數 就低過99年的水平 而且有下跌趨勢 這個情況說明了你一輸入外勞 就是打擊本地的就業 打擊工資的增長 本地的工人不會有晉升的階梯 他就一直長期用這種外勞來頂住那個需求 工會指輸入外勞 會壓低本地工資增長 這個現象在安老服務行業特別明顯 他們還收到不少外勞被黑扣人工的投訴 輸入了外勞之後 對於本地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待遇 其實是百渴而無一利 就只會繼續用一個很差的薪酬水平 繼續用很差的工作待遇去給一些工人 因為僱主當有輸入外勞之後 他就可以說你不做不要緊 我輸入外勞 建造業同樣欠缺人手 政府預計未來幾年 公務工程開支每年都超過700億 比前幾年多出兩三倍 業界估計目前欠缺兩萬個熟手技工 港鐵亦估計 今年各項工程進入施工的高峰期 他們會有五千多個空缺 當中最缺的是隧道工 建造業界就說 紮鐵、釘板和石屎工最缺人 一般落石屎工的工作環境 其實都比較辛苦一點 年輕人很多時候都是不願意 或者拒絕 做一些比較體力勞動大的工作 另外一個主要的工種 都是比較缺人的就是集鐵 因為他們的技術 相對於來說也是較為高的 一般一個新人入行的話 其實都需要三至五年的培訓時間 所以對於在勞工短缺的市場上 要在一個短時間 可以增加到集鐵工人的供應的話 相對於來說就不是那麼容易 業界說行業人手短缺 日薪家園有加 好像紮鐵、石屎和釘板工一樣 這幾年工資升幅已經超過一半 不過依然吸引不到新人入行 再加上工人老化 令生產力下降 導致建築成本上升 好像近年 譬如我們在中環 在一個高層的樓宇 現在一分鐘都要五千元一呎 所以其實工程價是越來越高的 發展上大家預口同聲說 那一手樓的價錢就不會跌了 因為建築坊一直這樣升 大家都看到大家很明顯 但這個其實不只是影響高價樓 其實以房儲樓 其他的樓都是一樣提升的 為了解決建造業人手不足 四天前 勞僱會通過縮短供應 和港鐵工程輸入外勞的 前期審批時間 又確立一個市場薪金作為準則 給建築公司去招聘本地工人 到找不到工人 僱主就可以申請輸入外勞 他提出申請 我們就是實事求是去審批 現有的做法其實是有的 現在建造業其實這幾年 先追回99年的水平 但你不可以說 因為這樣 上升了 即是工資上升了 所以我就要先用一個輸入來 令到工資壓抑 壓抑這個工資 令到他不要表現這麼高 這個也不是一個很公平的做法 以前有位發展商說 我的地不需要錢給政府 但說100萬你可以上樓 其實現在真真正正的建築費 都不止100萬 最少可能要150萬才上樓 所以這是影響整體行業的 不只是影響建築業 整體香港市民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大的方向 大家要去接受 未必有所考慮的 是誰 ここر 議員 我們把數據 做法 我們確認 我們中心跳 其實現在